本地精英杯分組賽 白山的東方龍師在旺角場迎戰香港飛馬 球隊新簽入的射手新組 因為幫過大埔在這項杯賽上陣無緣登場 另一新兵盧卡斯就撕裂後備 踢正選的魚子男魚子可教 邊走邊射考驗下飛馬門將羅景熙的新手 這邊上東方就靠曾文輝把守獨木關 坐著木舟抽不中籠 特估都不敢怠慢 跟守東方球迷最期待的畫面 終於出現了 迪高接應角球頂球彈地球 艾華到門前加多腳 東方18分鐘打開缺口 之後迪高衝頂 同羅景熙碰重之後雙雙倒地 京治理後都還撐得住 不過換邊之後就要退下火線 踏入新紀一年 做球員的最重要是無病無痛 大衛拉斐爾起腳 曾文輝達到坦坦腰都抵回了 不過清白之身始終維持不到半場 坐著木舟離腳冷戰 今次得古就無力玩夠了 飛馬37分鐘 限定1比1 之前球迷期預計 戲劇性5比3 反勝負力RNF 製身銀牌決賽 東方自然希望成勝追擊 鞏固綁手位置 賽制規定 球隊任何時間都要派最少3個22歲以下球員作賽 以為年輕小將提供更多上陣機會 未來的世界始終屬於年輕人 可能只需要經驗和運氣加持 東方換邊之後就真是欠運 減都不入有甚麼辦法 艾華頓起腳還主彈出 之後主帥李智堅按鍵 換上坦克車盧卡斯出來 基頓和艾華道配合再彈回中間 盧卡斯離腳凌空窩來 可惜千算萬算 又再算漏了田門柱 球隊尾段被飛馬圍攻 坐著木舟跪低一坐 變成曾文輝的表演時間 今季由大埔來到東方 和葉龐輝互相輝影 良性競爭 對球隊來說肯定是好事來 只是88分鐘冷不提防 被張喜賢攝個好位頂入 東方由領先變落後 到最終輸1比2 雖然3分跌了 不見將A組的榜首位置拱手相讓 不過球季都差不多過了一半這麼大把 最重要的是球隊上下齊上齊落 面對接下來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謝謝